第一年是不是有一些庆祝的方式 我们给你们看看的是 包括国营企业 似乎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进行庆祝哦 包括台延 因为台延公司就被人家踢爆了 当天不仅在平面媒体上面 刊登庆祝520的广告 他们在那一天还顺势推出了新产品 运动碱性离子水来庆祝 所以这种水喝了以后 对运动的人非常好 除了是520当天推出 而且它的容量刚好就是520毫升 而且它还算朝野立委美人食香 好 今天大家就说了 为什么要在520初 为什么是520毫升 他们觉得这种种根本就是在拍马屁 那么也有栏尾就说了 马总统应该事情完全不知道这些 台延的做法根本就是献马总统于不意 当然台延公司今天也想到了 他们说他们最主要是要做行销啊 只是搭着总统就职热潮 而且520有一种谐音就是我爱你 完全没有任何拍马屁的意味 喝之前还得先闻一闻 但喝了之后 车瘾就马上变脸 因为这瓶矿泉水是台延为了马总统 就职一周年专门设计 520推出520毫升矿泉水 立委批评根本就是拍马屁 我是觉得这个政府上任以后 把过去的那种马屁文化通通都带回来了 做什么东西全部都是以拍马屁的前途去想 520那天哪有什么好庆祝 520当天提供520瓶特价议员活动 还送立委美人十箱 比比看就是台延推出的市面上 独一52520毫升矿泉水 一旁是市面上看得到的500毫升容量水 对此蓝绿立委都认为 这一瓶矿泉水马屁胃太重 我们一个总统标局这个清源坚谱 那应该他可以循着这个行政系统的力量 来遏止这种歪风 马屁文化应该适可遏止 不过台延董事长也就是国民党立委 郭素春的老公洪喜耀出面成亲 少年人都说我爱你就是520 好必跟他说特别去阴神这种没必要困难 马政府上任一周年马屁文化却层出不穷 也难怪朝野不分蓝绿都认为应该要适可而止 三连新闻林文副书好台北报道 看起来有庆祝活动的不止台延公司 我们带你看看这是台湾英九公司 台湾英九公司在去年业绩很好是大赚钱 那没想到也在日前的报纸上面 那么他们也刊登了一个广告 底下呢大部分就是台湾英九公司 本身产品的广告 一群人坐在草地上 但是上面呢看到这样的字样 恭贺马英九总统还有萧富总统呢 就职满周年 而且还在报纸上面赞叹 马英九博学红彩 这是台湾英九公司 因为现在又被台北县议员所发现 就在台北县的永福桥 在永和市的那一端 竟然有九支欢迎立柱 这个立柱上面竟然还放了 马登腾的金属的铜像 就让议员直呼 说这样子的话桥是变得更小 大家更难通行 从台湾公司到台湾英九公司 再到永福桥真的是马屁连环保 这条连接台北市和台北县永和的永福桥 再靠近永和端的街头 现在多了十只拱形立柱 原本是原来唤击民众光临永和市的路口异象 不过仔细悄悄上头却多了奔腾的黄金马 议员直呼这根本是用来拍马英九的马屁 太夸张了啦 这种拍马屁的方式真的是太夸张了 这表示说一定永和这边就是马英九的地方 施工所强调立柱在四年前就已经发包 和马总统没有关系 只不过令人不解的是黄金马和欢迎光临有何关联 而同样引发马屁建议的还有这篇广告 台湾英九公司在520当天砸下30多万 买下了半板篇幅 恭贺马总统就职满周年 不过下头这行文字 称赞咱们的马总统博学红才又爱台湾 只是博学红才是谁说了才算 而在报纸上头大作马屁文章的 还有国语日报的这篇 名为阳光健康的台湾总统马英九 里头将马英九形容成文武双全的好男人之外 还是个阳光行男 甚至就连马总统也成了大侠的形象 而这一连串的事件 皆在马总统上任一年之内发生 有没有拍马屁看在民众眼里恐怕最清楚 三里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带你看看的事情